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财经一点通一点就通 我是Daisy 我们说省税 这个话题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话题 而且其实省税也是有各种各样角度可以省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朋友们来聊一聊 这个信托和省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针对这个话题 请来了在这方面特别专精的我们的税务师 而且就隆重的请出Richard Chen CPA Richard 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 我是陈宇Richard Chen Richard是国际型的会计师是吧 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情况 是这样的 我13岁1993年的时候就来美国了 然后一直在美国 从初中高中大学上了学 在美国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当初是第五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差不多六年的时间之后 我在08年的时候 奥运年的时候回到了北京 然后从08年一直到15年 我在北京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德勤呢 中文英文名字叫Deloyce 实施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之一 在德勤工作到15年之后呢 我从这个北京就回到了美国 然后从15年开始到现在 一直到2024年 现在一共9年的时间 一直是从事这个会计和税务的工作 然后现在目前是 我们有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陈良正会计师事务所 是由我和另外两三个合伙人 一起创办建立的 我们事务所提供全方位的 税务或会计的相关的工作 那么其中呢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帮助客户去做信托的 这么一些架构的一些丑化 还有包括就是遗产税和赠予税的 一些丑化的工作 今天呢 所以说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去分享一些 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知识 包括就是我们替客户去做的一些方案 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嗯太好了 那朋友们可以看到 Richard的Background 对我们 不管是你长期生活在美国的 这些朋友们 还是说呢 你是新移民 可以说Richard都能够 对你的情况 可以说感同身受 特别是在中美两个国家 都有这种工作经历 而且是在这么top的 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 在美国应该说Trust 是一个很common的一个东西 但是可能对移民来说呢 就不一定有那么全面的 认识了 那Richard可不可以就先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这个关于这个Trust的基本的这个概念 好的 首先 中国和美国从法律制度上来讲 有很大的区别 目前在中国来讲 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托的制度 中国的所谓的信托呢 我们了解的更多是一种理财性的产品 有的公司所谓给你设立的一些信托呢 只不过是一纸合同 它从法律上来讲 没有是没有一个 实际能够能够去 enforceability 我们叫做也就是说能够去 真正的去能够去不被穿透的这么一种效应 所以说呢 在中国呢 很多我们的朋友们呢 是不会去通过运用和利用信托 去保护自己的资产 或者去做一些规划 而且中国现在目前没有赠予税 或者是遗产税的这么一个税种 所以说大家呢 在国内呢 也不会去有一些紧迫感 去设立这个信托 那么大家在不断的在接受到 这个西方的文化 或者在新闻上 会逐步逐步的看到 这个关于信托的这个词语 那也就是说可能给大家产生了一些的 这么一个兴趣 但是往往呢 我现在了解到的很多客户呢 对于这个信托的概念呢 还是说是还是比较初步的 初期的这么一个理解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他们现在目前得到的一些概念 可能还是比较的比较少 比较少或者是有点被人家带弯了 因为有一些国内的 有一些呢 销售的人员呢 想要得到他们的单子时候呢 就有时候会提到一些不太正确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呢 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说美国的相关的政策 具体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信托这个产品呢 在英美法系下 应该也是已经是说是百年以上的 这么一个产品了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呢 通过这个法律的完善 一些案件的这么一些处理的话呢 已经是非常的细化和成熟了 所以说大家在来到美国的时候呢 就会都会接触到这个信托的这种东西了 这种概念会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可能会第一个概念 对于美国来讲呢 就是说美国的税种呢 是比较比较重的 税是比较税种比较多 税比较重 万万税 对美国万税万万税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的 那么对不对呢 某些方面可能是对的 因为美国现在目前来讲 有一种中国没有的税种 那我们所谓的就是赠予税和遗产税 那么美国确实是在这个 对于这个资产会征收这个水种 所以说这一点呢 大家会觉得有点 那怎么去规划 我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规划 我们认为呢 目前来讲 尤其是对于华人来讲 还是说是比较重要的 那为什么呢 华人是比较喜欢这种积累资产 尤其是房地产 留给传承到下一代的 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咱们西方人 是感觉就是说 我自己在生前把该花的东西就花了 除非我是特别有钱的人 我可能不太需要去考虑到 遗产税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华人呢 喜欢这个真的是留资产给下一代 那么这个的话还是比较 比较 所以说华人可能会更要去关注的 这么一个事情 对 那么大家其实可能已经知道说 我们这个 个人所得税 税率可能比较高 现在能达到37% 联邦的层面 那么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说 遗产税或者赠予税 这个税率能达到多少 我可以告诉大家 遗产税和赠予税的税率呢 是比这个 个人所得税率还高的 要达到40%了 所以说 如果是说 而且所得税的话来讲呢 还有还有不少的方案或者方法呢 或者是能一些什么东西呢 能够去递延你的这个 个人所得税的 对不对 那么一产税 如果是你有效率的研究的话 你就发现说 其实递延或者是能够规避避免的方式是不多的 当然有 那这可能都需要 很久以前就要去做好这个相关的规划 才能够去 真真正正的 就是说对你的这个遗产税有大大的降低的 要不然的话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遗产税是很狠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说 不是 有很多人 我们发现就是说 在很老的时候 就生命的 这个后期的时候才发现说 遗产税规划没有做好 那么很多东西再去补救 那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很不利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建议说 大家都可能是要在 这个青年或者是中年的时候 就一定要开始 做这方面的规划 所以说40%是非常高的 那很多人会问我说 Richard 陈宇这个遗产税 有没有一个免税的额度 有的 那么目前美国呢 如果说你的 在你去世的时候 你的资产没有超过1361万的话呢 你是不用交遗产税的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免税额度呢 是每个人 也就是说 每个人咱们在离开的时候呢 都有1361万的这个免税的额度的 那大家一听说 这个额度蛮高的嘛 1300多万的 那我可能在生前的时候 不会积累下来 什么多的资产 也不会有这个可能 如果是没有这么高的免税额 那我也没有什么 遗产税的问题嘛 我可以把我的资产在生前 做一些什么分配 分配掉 那可能我就不用交这个遗产税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 很不幸的事情呢 就是说 这个遗产税的 现在目前那个1300万的 那个免税额呢 是要在2026年的1月1号那一天 降到应该是500多万 这么一个额度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现在目前的1361万呢 是特朗普川普在台的时候呢 进行了一个临时的额度的增高 调高 它调高了差不多一倍多 26年1月1号 这个额度就要调回去到500多万 那么这个额度以后会不会变呢 不好说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说10年前 我记得10年前的时候 这个免税的额度好像才有300万 才有300万 所以说这个额度呢 是很不 很浮动很大的 不稳定的 今天有可能高1000多万 明天可能就回到300400万 因为这个完全是属于一个 政治产物 真的免税的硕实化 为什么呢 其实你想 大家想想看 如果能够资产到了1000多万的 这个那应该在美国 或者全球都属于一个 非常有钱的有钱人 那么川普或者是共和党 我个人认为是代表的是一个 有资产阶级的人 对吧 是有钱的人 所以说他们更多的是想调高 这个 这些的这个遗产税的 调高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 降低税率 来去对这些人呢 去讨好这些有钱的 有资本的人 对吧 那么民主党人 他代表的更多的应该是 中低收入的人群啊 是缺乏资产的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呢 这个遗产税高低 对于他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因为他可能都留不下来那么多钱 他反倒觉得说 你有这么高的免税额 你们是在给有钱人 替有钱人逃税 所以说他们会有反感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 这个在民主党上台的时候呢 这个遗产税的税率呢 往往都是会下降 那么十年前的话 应该就是奥巴马执政的期间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免税额 税率是蛮低的 其实现在 其实好多人 其实现在怀着脚心心力 就觉得 川普上台的可能性很大 那是不是 川普上台 他就又把这个额度又提高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在观望 你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样的 帮助这些 你问的非常好啊 这个呢 确实我们在 在做一些筹划的时候 也是客户会问到我们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他觉得 川普如果上台 能不能就把这个额度 永远性的 把它固定在这个额度 或者说把它进一步的调 把整个遗产税都 都都废除掉 有没有可能性 那么我 我会告诉他们说 那你要看 他是不是能够 既控制总统 又控制了国会 能够 能够一下子得到 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国会的支持呢 能把这个立法 给他立掉 这个我不敢打宝票 我作为一个会计师 我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提前去帮客户 去做筹划 我没办法去帮客户 去预知未来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我能 所以说我永远是 按照最悲观的一个 想法呢 去给客户去做 如果是调到300万的话 你应该怎么去做 对不对 不一步讲 说真的 这1300万又回来了 其实呢 有好多的朋友 我们可能还是要算算账 你就算1300万回来了呢 但是问题是 这个钱 不是按你现在的资产 而是按着你将来 你人走的时候 对吧 就是说 不是说你现在 现在我们有些人呢 特别是在北加州 就金山湾区那边 一栋房子 就给你个500万了 那你现在就500万了 那你在 你现在如果是一个 60岁的人 那你 你现在人们生命很长的 都90多才走 那那30年之后 你这500万 你滚 滚上去滚 其实也到了 对的 DT你说的非常对 这几年 尤其是在加州 的一些 咱们的朋友们呢 这个在 各种的资产吧 增值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 尤其是 有一些朋友们 如果说他的资产呢 能够去 跑赢 这个 通过膨胀的话 那么 资产的增长 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现在 这个免税额呢 按道理来说 每年也有一个 这个inflation的 这个adjustment 但是它是 调整的会比较慢 肯定比资产的增长 是要慢的 所以说你的免税额 永远跟不上 你的这个 你这个免税额的 这个增长 永远跟不上 你的这个资产的增长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尽快 尽早的去做 这方面的规划和筹划 那么正好是一个 我觉得切换点 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很多人 会去想要去设立 这个 这个 信托 刚才讲到的税呢 其实只是 其中的一方面 更多的理由呢 我觉得 有主要的几点吧 有 其实 真正的理由 可能有十多种 我认为最多的几种呢 第一种呢 就是说要避免这个probate 这个probate呢 其实是说 在大家可能在 在中国是没有的 在美国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说 你任何资产 你如果不是通过信托 或者一些别的手段 把它传承给下一代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 可能都是要经 通过probate 这就是一种 法律的程序呢 你的继承人 才能拿到这个钱 那么你如果说 真的很不幸的 要经过这个probate呢 不单你的继承人 不能很快拿到这个资产 他们可能还要付出 很大的这个法律成本 因为有可能要经过 不是 你如果进probate的话 你肯定要通过 这个上庭的 那么律师费 和各种的这种费用呢 那就会 包括可能 还有会计师的费用 就很快的 就会积累的很快 那么你拿到资产的时候呢 不但要 要花时间 你还要花钱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避免 说这个资产的 不要进probate 而且我 可能你在probate期间 我以前有个案例 好像还有说什么 别的继承人 你所不知道的继承人 跳出来 然后 就把这个案子 就搞得 更复杂了 所以说你这个 一定要避免 这个probate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做法 还有一些同朋友们呢 就是说是商人 或者说从事那些 比较高风险的 这么一些的投资的时候呢 你要去考虑到说 你的资产是否是安全的 因为如果说你设立了一个 不可车要信托 然后你把这个资产 在这个期间已经装入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 避免这个追讨的 这么一个功能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 信托这个东西呢 它是看不到受益人 和发起人的 它不是一个 非公开的一个东西 它既不在政府部门注册 它也不再 有什么需要一些 做一些公开的披露 这个信息呢 可能只有律师 会计师 还有银行知道 掌握这些信息 其他人是不掌握的 就是说他给 他给朋友们带来了 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叫做 保密性 你去通过信托 去持有一些资产 你是看不到 他是后面实际的 真正的持有人是谁 所以说这个对大家来讲 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种 这么一个持有的资产的方式 还有一些朋友们设立的 就是肯定是还是想说 给一个比较 孩子比较小 弱小 或者是有一些 障碍的时候呢 提前帮他们去做一些规划 规划好 那么这样可能也会保证 你的资产的完整性 然后呢 你的资产呢 可能不会受到一些 一些 怀有一些不良心的人的那种 对于你资产的侵犯 那么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 大家经常去考虑的信托的 这么一个作用 以上呢 就是说主要的 大家成立信托的目的 这么一个 想法 那么信托主要呢 大家可能会更多的人会说 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 那么生前信托呢 它主要是分成两 生前信托 不明思义 就是在生前的时候 设立的 就在你有生之年 就已经设立好了 它主要是分成两种 在美国 一个是可撤销的 一个是不可撤销的 Revocable and Irrevocable Trust 这是主要的两种 那么 有的地区呢 像香港 应该管它叫做 Grand Tour 或者是Non-Grand Tour Trust Grand Tour Trust 可能对应的就是 Revocable Trust Non-Grand Tour Trust 对应的是 这个不可撤销行托 两个名 两个Trust 虽然说是 都是叫做 Trust 但是说从 这个时间点 和这一些功能上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具体用哪种 很多人会问我 哪种适合我 我 今天只能告诉大家说 根据不同的情况 会有不同的 适合你的产品 但是 没有一个信托 或者没有一个制度 是对于 没有 每一个人都能 每个人都能试用的 就是说 就是这个One Size Feet O 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我们还是 就是根据要自己的 这种情况 还有自己的想法 和要达到的目的 对 这个Daisy Feet 说的非常对 这个信托是完全是一个非常量身定制的东西的 一定要看说到底 每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所以说信托一定要根据 要让专业人士去你去 人的是说了解到你所有情况以后 再给你一个最佳的一个solution 一个解决的方式 那么能不能请Richard 我们就大概的先分类一下 比如说这个Revirtual Trust 它到底主要起什么作用 然后Revirtual Trust 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至少说我们先自己有一个self evaluate 至少 我们先说生前信托 OK 其实我们生前信托 顾名辞义 就是说我们在Living Trust 我们在有生之内 我们先把它设立好 我们先 因为每一个信托 别管你是可扯销还是不可扯销 你都要去定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Trustee是谁 替你实现你愿望的那个人 替你办事是谁 Trustee 还有一个就是受益 也就是beneficiary 你的谁会从你这个信托计划里面 拿到钱或者是资产 是谁 OK 委托人是谁 那么委托人一般就是发起人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自由人 是谁 一般就是家里面赚钱比较多一点的那个人 或者资产在他名下的人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信托的标的物是什么 可能是现在有 也可能是未来有 但是你肯定要去先去考虑好说标的物是什么 就是我要放什么 我要放保单 我要放房子 我要放古文字化 我要放车 还是我要放什么资产在这里面 然后这几样东西要先确定好 然后呢你再去咱们所说的 去制定说你的这个Revocable Trust 到底要怎么去设立 Revocable Trust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还是可以撤销的 就是我可以对于我这些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四个东西呢 我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修改的 我可以把一些一个人从受益人里面拿掉 我也可以把这个标的物改了 我也可以把一些继承的条件更改 我也可以对于一个Trustee 也就是一个委托人 受托人进行修改 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 只要你没过市的时候 你都可以修改 当然了 首先你过市你也改不了 对不对 这个 所以说你肯定是说你要在没过市 你没过市之前 你都可以做一种相容的修改 根据你的情况的家庭的情况的变化 还是怎么着的 你都可以做修改 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像Daisy所说的 有些人确实是有两种都有 那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他是会多一些资产的 他明天的资产的多一些多种分配 但是一般呢 大家可能还没有一个想好 他具体的想要怎么样子去 去一些这些不同的关系的时候 他会先设一个revocable 先把他设好 然后呢 可能考虑到说 我在之后呢 我可能再对一个行通 进行一个修改 那这种就是revocable 可撤销行通 那么不可撤销行通 说顾名思义 就是一旦设立 就不能再去修改 那么什么是不能修改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修改的 就是说受益人不能修改 trustee可以在某些情况下 进行修改 我们叫做successor trustee 就是说谁 A trustee不能做的时候 B trustee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去接管 这种呢 要提前写好 写好以后 也不能再去修改了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 继承的一些条件 条款 也不能再修改了 所以说在设立 不可撤销行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先考虑好 什么东西 能改什么东西 不能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两个信托都有 他会把一些 完全不用再去改的信托呢 那不同改的资产的继承呢 他就会放到 不可撤销行通里面去 有些他可能还没有想好的 他会先放在 可撤销行通里面去 那在某个时限点 他可能会把它转进去 这个我们是见到 也是有的 所以说这就是主要的 可撤销行通 和不可撤销行通的 一种方式 然后从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你这两种信托 从遗产税和赠予税上 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个区别 还是蛮大的 为什么呢 大家在想 这个不可撤销行通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它 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人不是说是生出来的人 而是说是法律条款 去create 去产生的一个人 OK 那么你给他的任何的资产呢 都已经涉及到赠予和捐赠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开了一个 Richard Richard 不可撤销行通 我如果今天向他赠予 1500万美金 那么 我已经触及到了赠予税的这么一个 问题了 为什么 咱们刚才前面讲到了 免税额是只有1360万的 我已经赠予超过了1360万了 那么我就要针对于这个 这笔钱呢 去进行一个 交税 我要按照 1500减去1300 点6 然后再乘以40% 交纳这个赠予税 那么可撤销行通 是不是要现在在设立之后就交税呢 不是的 他 目前可撤销行通 还不能算 从法律上来讲 还不能算是一个 人 他不 还因为他就是有 他有可撤销的性质在 所以说他还不算 所以说他 你把任何资产装到可撤销行通里面去 还没有算是赠予给 这个行通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跟你有切割 只有是不可撤销行通 才算是完全的割舍 隔离了 那么你就 就因此他跟你割舍了 隔离了 这个问题 他才有这个资产保护的这么一些功能 因为你已经把这个资产装到了一个 有法律去产生的一个实体 个人 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么你作为一个委托人 你也不能够再去支配 这个信托去 怎么样子去运作 你也不能把这个资产拿回来了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谢谢Richard 刚才至少让我们大家都对这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对我们的朋友们就说 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大家如果已经有这个想法 或者是说对于资产的传承 或者对于遗产税赠予税 有一些什么的疑问的话 或者是说有个担忧的话 要尽快的联系 这个对于这种税务 我清楚我比较了解的专家 然后呢 尽快的去开展了一个方案的一个探讨 制定 尽快的趁着这个25年 这个额度还比较高的时候 把这个架构搭建起来 因为未来的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好说 额度到底还能有多少 这个完全大家我觉得 没有办法去预估 我们认为做税务的专家认为 未来的10年可能还是会 再会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免税的额度的期议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快的去利用起来 现在目前来讲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额度 所以说经常会有人说 说你如果不做税务规划 你一年就白干了 如果你再不做这个财产传承规划 你可能一辈子都白 所以非常感谢Richard 希望大家都能够 多多利用这个Trust的这个省税功能 还有私密性以及完整性 让我们的人生 这个财富的积累与传承 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 请不吝点赞订阅